接著第九講 labor supply 要升的 記得 labor supply 是 average working hour 乘以 quantity 我們看看下面哪兩個會令會升 第一,多些人移民去海外,人數會少了,不可以 接著多些人會讀書,少些人上班也不可以 接著所有的男性,他特意寫 working father 因為他應該覺得 labor supply 中的男性比女性大 所以他用這個寫下去,他不會特意寫 all working people 或者 population,會有些爭議,所以他才用 father 這個字,讓老師看到這些題目,不會在爭議 不會在爭議 拿多兩天的市產假 因為有些年輕人可能要去打針,家人沒有空 就多給幾天,讓爸爸也可以幫忙,照一照 所以這個也是讓他們的平衡工作時間 少了兩天,就會跌 所以第九,怎樣排除,都是C 只有94%的人,也是有6%的人錯 降低了那個專裁移民計劃的那個 達到他的標準的那個requirement 就是減低一些,多些人可以進來 所以你的人數就會升了 所以第九條有94% 那麼